大家看到這紅胎的消息 因為今日有紅胎要來 這是今年的第十一核紅胎 這繁納比 說現在在我們臺灣南邊海邊 這個白白鮮裡面刷 這個氣氛給我來講 說這紅胎的路線 真有可能會到臺灣 不過究竟是到這個南邊 還是到這個東北邊 要把派拉開比較清楚 一頭九四月好天氣 只氣氛到派拉的步 因為有紅胎要來 今年第十一核紅胎 派拉不前在臺灣東南海邊 他每點六公里速度 向北邊來移動 其中又有過 紅胎受到太平洋高額感應 有機會調向臺灣方面來 紅胎走路線 對東北邊來掃過 不過要等到拜六才的面子都說 受到外圍寬流影響 拜六會不會開始 全臺灣天氣變成黑暗天 如果說這個颱風的話 比較靠東北角這邊行進的話 影響比較劇烈的話 會是在北部 東北部 東部 如果說比較靠東部這邊行進的話 影響是全省性的 氣氛給關照 紅胎有氣氛兼強的出現 還是紅胎最發電動 沒有來動力 應用範圍是全臺灣 天氣品種愛隨時 注意最新的紅胎動態 衣駕總部都